嗨你们好 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你好来打招呼 当然不是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用你好来打招呼 还会有一点奇怪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什么情况下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不说你好 第一种情况 如果你向很多人打招呼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你们好 你们好 第二种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礼貌的表达方式 比如你在和老板打招呼的时候 或者老师 或者顾客 或者年轻人向老年人打招呼的时候 我们会说您好 您好 那第三种情况 我们在和熟人打招呼的时候 熟人就是熟人熟悉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较随意 最简单的打招呼方式就是 嗨 我们还会用提问的方式来打招呼 就是问问题 我们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比如第一种去哪儿你去哪儿回答的时候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简单的回答 比如去学校去公园公园去超市超市 用去加上要去的地方来回答 你也可以说去上课 去上班 上班就是上班去工作的意思 或者去运动 用去加上要做的事情来回答 还有第三种 如果你们不是经常见面 你还可以问最近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回答的时候可以说 挺好的 或者还可以 或者不太好 那还有一种最好玩的打招呼方式 就是北京人打招呼 会说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意思就是 你吃饭了吗 在你的国家 人们怎么打招呼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打招呼的方式 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